历史小书生,带你看不一样的历史 可以将战斗机的威力发挥得更好 所以选拔飞行员的时候 不但要有非常过硬的身体素质 心理素质也同样重要 可以说成为飞行员的人都是万里挑逸的精英 而且尚才不会浪费国家对于飞行员的高成分训练 因为训练中所消耗的各种费用加起来 甚至都要过亿了 不过战斗机在发生意外的时候 其实每一个飞行员都有机会逃生 可是在我国的飞行事故的训练中 很多时候许多的飞行员并没有第一时间逃生 甚至是最后牺牲也是如此 因为在他们往往都会将战斗机维持到最后一秒 确保落在一个无人地带 这样就不会伤及民众 因为在世界上曾经就发生过这样的事情 在1985年的时候 苏联的航空军队在日常训练的时候 当时的飞行员驾驶着战斗机 经过了图拉市的时候 意外忽然发生 这个战斗机忽然熄火 这个战斗机直接开始了直线下坠 可是 当时的飞行员因为十分惊恐 在没有经过任何思考的情况下 甚至没有重新点火 直接就跳伞逃生了 把市区控制的战斗机 直接就夹在了市区内的一个小学之中 巨大的爆炸将这个学校都淹没了 而在学校中上课的200多名学生老师 直接遇难 所以也正是因为这个事情 我国的飞行员在筛选的时候 也会更加严格 避免因为飞行员的意识自私 导致这样意外的发生 本期的节目就到这里 感谢您的收看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 请关注评论收藏转发 我们会更加努力提供优质历史短视频